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第一章 当犹大王乌西亚 以色列王约阿世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 大地震前二年 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 他说 耶和华必从西安后叫 从耶路撒冷发声 牧人的草场要悲哀 加密的山顶要枯干 耶和华如此说 大马瑟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已打粮食的铁器 打过激烈 我却要降火在哈靴的家中 烧灭汴哈达的宫殿 我必折断大马瑟的门栓 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博伊殿掌权的 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掳掳授众民交给以东 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我必检除亚石突的居民和亚石基伦掌权的 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 菲利士人所余生的 必都灭亡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 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 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耶和华如此说 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拿刀锥赶兄弟 毫无怜悯 发怒撕裂 拥怀愤怒 我却要降火在提曼 烧灭波斯拉的宫殿 耶和华如此说 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抛开激烈的孕妇 扩张自己的境界 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 旋风狂暴的时候 点火在拉巴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他们的王和首领 必一同被掳去 这是耶和华说的